自古高手在民间 说不定随意从你的身边过的老人 就是某一方面的高手 这样的手艺人又不仅仅限于传统记忆 他们在科技方面的造诣也很高 只是时代与金钱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但热爱与坚持使他们总能在缝隙之中发出光来 这不下面这位老大爷就是这样的高人 这位60岁的老大爷叫郭长海 他从40多岁开始钻研军舰 因为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他全靠一腔热血自己摸索建造 没有任何参照 但他建造的军舰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造出来的军舰模型能路上跑水里游两栖作业 甚至还能放炮弹 他自己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做出来的事却是十足的文化人 十多年的刻苦钻研 所有积蓄全部投入到里面 没钱就去赚 赚来又造舰 到了如今他已经拥有了26艘心血军舰 但越钻研就知道的越多 知道的越多就越不满足于现状 这位老人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军舰模型了 他期望的更大 希望能将这些军舰卖掉 来换取足够的金钱 满足他造航母的愿望 这大概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吧 已经60岁的他 以这样的方式爱着他的国家 47岁开始走上造军舰的道路 被同村的人说是异类 挣的钱全部投入 被说成不务正业 热爱国家却被说成只是一个渔民 国家强不强大 不关一个渔民的事 但这些戳几两骨的话 他并不在意 也不能阻挡他造军舰 造航母的路 在科研精神 以及爱国情怀之下 老大爷不造出航母 肯定是不会放弃的 这种为了梦想努力 为了实现拼搏的精神 都是当代青年应该学习的